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讲春圆街 香港开埠之初 洋人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将枪极合法化 1841年香港开埠 1846年政府已经发出了记者牌照 即是如果要从事性工作 就一定要立税 不止记者要付钱 妓女都要立税 而理由当然就是加强公共卫生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这个东西无论是华人还是洋人 同样都合用 1850年代 时任虎华道 即是后来的华文政务司 亦即是今日的文政事务处主长 当时虎华道的高和尔 更加自己开了记者 他娶了一位华人妓女做老婆 然后就由那个女孩出面 处理记者的业务 当年香港有三大昌记兴盛的地方 分别是湾仔春园街 和三板街 这里是华阳杂柱的记者 而这个地方就叫做大砂砂 除了春园街之外 当然有西环石塘咀的唐西风月 以及九龙油麻地的麻地花园 都是一些重要的尋欢之地 在二十世纪初 春园街已经是和香港的下层社会 紧紧连结在一起了 五六十年代 短短一条春园街 已经至少有三档公开的非法倒档 不少倒档都不会重门心所 反而是用一块深色的布 遮遮掩掩就算了 如果生活在当时的你 千万不要想着 好像可以现在这样 拿着手机走过去拍照 因为当时街头巷尾 会有导人做天文台 被人发现你拍照 一定会被人追着九条街来打 但是除了倒档之外 六十年代的春园街 都已经不再像当日的 妓院临落那样了 反而只剩下晚上会有三两个流银 站在街上 昔日的光辉都没有了 现在走到春园街 你当然不会见到记者或楼银 但是你就会见到便利店 药房 茶餐厅 医务所等等这些店铺 一些旧日的楼宇依然都会在 但就一定不会见到大红楼 甚至乎那边附近 都有一些大型屋苑的落城 亦附带着一些大商场 所以想找回旧日的感觉 其实都很难 但是你可以尝试听着我们的声音 去幻想一下 旧日春园街 春食无边的记者日子 我要看字幕墙 下车 我 要